其实这几年我们都有邀请积淀会的同工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事工 我这两年也有参与他们所邀请的牧者的聚集 就是他们会宴请牧者来让牧者们更了解积淀会的工作 当我更多地去了解我里面其实是很感动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 但福音它是透过什么来传递 其实就是神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在现代时代我们都认为人 因为整个素食主义就是很快速 人没有耐性 这是不是事实 是 但是作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常常需要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这样 我能不能逆向操作 为什么我相信的是这个世界 他的人没有办法再有耐性看圣经 却不能够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你把神的话给他 有机会 上帝就会动工 他就会有耐性 虽然看不懂 他也一张一张地继续看下去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都很记得我小学 二三年级就开始看圣经 你知道我第一本圣经还在我的那个房间里 小小的蓝色的 我对那本圣经只有一个感叹就是 我那时候视力真好 因为很小 那个字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那本圣经真的是 小的时候 跟现在相较还是物资比较缺乏 那当然我小的时候跟我父母亲相较 他们那个年代更缺乏 所以一本圣经真的就是会被我们保留很久 那这个 这个有一个有一次啊 我就看圣经看到假冒为善 然后我就想起 有的时候对人家笑言 就是笑得不由衷 我就跑去问 然后师母说 我会被假冒为善 就师母在那边大笑 他觉得就是小朋友嘛 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理解 其实就很单纯 那但是其实就是这一点一滴 反正看得懂看不懂 就是 就是看 然后他后面就会累积 到了有一天就会明白过来 整个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 他就会被串联起来 所以鼓励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 再一次 你不管他看得懂看不懂 鼓励他看 陪他一起看 我们有很 那尤其现代的工具真的非常非常多 你要找什么 在网络上都找得到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 不要让他只看影片 看完圣经再去看影片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今天要分享所当纪念的夏 那今天照例应该还是讲不完了 但是我尽快 但还是要这个稍微帮大家review一下 我们之前 我们上一堂之前讲的是 你不要纪念的事情 那我们晓得 我们一个人内在生命的真相 其实就是你记得什么 你怎么理解你的 就是你的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好比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从小都很穷 但有的人穷到后来有出息 这个穷对他来说是咒诅还是祝福 是祝福 有的人穷到后来就一生埋怨 然后自己也没有去努力 然后就把他一生的困顿 困难就归咎于他小时候环境不好 那这个环境不好 对他来说就变成了咒诅 所以事行是客观的 事实 但是怎么理解 却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而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其实就是让我们对所有的事情 因着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 能够晓得即使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是他客观的来说 这确实是困难 确实是苦难 确实是患难 但是我却能够从这当中 因着神的恩典 因着弟兄姐妹的陪伴 我能够生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我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过去的这些 它的意义就开始产生 你能够从一个问题当中 生出多少生命里面的珍宝 而这件事情对你的生命 它就被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它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祝福 虽然痛还是很痛 我们从来不否认困难就是困难 这个患难就是患难 苦就是苦 但是苦之后会得到什么结果 这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方向 而不同的方向 它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乃至于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所以面对客观的事实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正确地去理解它 就叫回归到神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地相信神说 祂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能不能真的相信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有计划 能不能相信神爱每一个人 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有不同的带领 有不同的旨意 以至于我们就不会像这个世界当中 许许多多人活在各种各样的不平 活在各种各样的羡慕嫉妒恨里面 以至于他自己也过不好自己的人生 那么对于周遭的人也没有办法带来正面的影响 所以内在生命的实际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按着神的话语 不去纪念不要纪念的事 然后去纪念真正应该要记得的事情 但人性呢 我们也常常讲 人性的困难是什么 常常都不记得该记得的事 然后都去记得那些 不需要太在意的事 我讲说一个人呢 跟你十年感情都很好 有一件事情不对盘之后呢 你们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就不好了 为什么呢 我们认真想起来 真的觉得这样子实在是 就算就数学计算来说 都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一个人考试考99分 你觉得他考了好不好 好 但是我们在人与人的互动 或是看待我们的人生 我们却常常着重于 那个一分 那个不完美的那个部分 那这就会使得我们很困难 好 那么我们上一次讲 我们不需要纪念的是什么 第一个神告诉我们 不要计算人的恶 我们很熟悉的爱的真谛 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 人的恶 这个很容易理解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为什么呢 我们上一次的主题经文 就告诉我们 看啊 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被 不再追想 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 过去已经发生的事 就不要一直沉溺在 就停留在那个里面 要让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结论 而那个结论 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形成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当我们带着信心跟盼望 那个结论就会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然后再来 不要纪念基督生命生产之苦 约翰福音16到21节 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寄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 事实上生了一个人 那基督的生命 要生出来 好不好受 不好受 那你觉得基督的生命生出来 有没有价值 真的吗 你会为了你又多了一点忍耐 还天洗地吗 你会为了你又多了一点宽广 能够更多的去饶恕人 还天洗地吗 你会为了你又能够承受更多的压力 还天洗地吗 你会为了你能够面对更多的人 对不起你还天洗地吗 但是这个去爱去饶恕 就是去承担人的过犯 去成为人的救得的帮助 或是一个学习耶稣基督 真的成为人的挽回忌 这确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既是神的儿女 既是神的门徒 我们就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去行 那么我们都知道 得着基督的生命 叫做得着永恒的荣耀 所以我们做成了那一点点 基督的生命 你应该要想的是什么 OK 我做成了神在我生命当中 那永恒荣耀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是不是值得开心的 是 但是因为在这世上呢 不太容易看见这个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是藏着的 是世人不会不容易发现的 甚至于教会里面都不太容易发现 所以教会呢 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的眼目 我们要去看见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 她愿意的学习 愿意的忍耐 愿意的付出 愿意在爱跟跟随主的真理当中 所做的摆上 那我们要激励弟兄姐妹 让神的生命成就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再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要纪念地上的事 各位西书三章二节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边又讲了 刚刚讲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我今天还是会再强调一个已经 这个我们常常 已经却不太已经 知道该已经却已经不了 对不对 已经死了 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它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意外 不应该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我们的属肉体的生命 我们的私欲 我们这个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应该已经与基督一同定死 它应该是一个完成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十字架上 上上下下 那这个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要晓得 我们就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但神的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的话其实真的很全面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其他的怎么样 要加给我们 那我也常常举个例子 加给我们的意思就是 这个是一个赠品 但是我们常常冲动购物 确实是为了赠品 而买东西 又送你这个 又送你那个一句 哇 好划算 但是我们在蜀天的追求上 请我们不要眼睛指定的赠品 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 那其他的上帝是信实的 他说会这样 就会这样 你跟上帝要 真的还不如上帝自己给你 因为你敢要的太小了 你如果不去要 然后就是 只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其他的上帝顺便 该怎么样 都会有啦 那只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 那上帝交付这么多事物 在你的手中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去面对 去应对 神所交在我们手中的 这些事物 那如果上帝 确实没有交给我们这么多 如何 我觉得那你应该要很开心啊 你知道五千两的 上帝跟他要多少 五千两的 上帝跟他要多少 两千 我从年轻 就听一句话 听到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讲说 大家都喜欢讲 能者多劳 我从十几二十岁 就开始听这句话 听到现在 我真的也没觉得自己多能干 但是劳是真的挺劳的 那我也不去 你知道到现在 我已经不去评估说 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就想 猪娃你给我的是 一千还是两千 还是五千呢 还是三千五 对不对 但现在已经不去算那个 每一天就是 啊 尽力 因为我不知道啊 永远有人比你更厉害嘛 但永远也有许多的人 你是可以帮助他的嘛 对吧 所以尽力的去过我们的每一天 把我们的眼目 从我们的自己 从地上 从自己的身上去调转 去看见别人的需要 看见永恒的盼望 你每一天的生活 你就会可以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 然后你只是觉得 你的时间跟体力不够而已 好 然后再来 不要纪念什么 不要纪念别人的论断 不要纪念别人的判断 这个更多前书四章三节说 我被你们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那上一次 有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确实是可以不受人论断 但这不表示 我们就是一个任意妄行 任意妄为的人 因为这个判断你的是谁 是主 你要跟上帝交账的 那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说 跟上帝交账标准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 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心情 我们能够不被人家论断的原因是 我们是一个追求满分的人 追求完全 所以世上的人 他们要么 他们讲的层次太低了 要不然就是他根本不懂你 就跟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在加利利导告山服事的时候 打完鼓之后 旁边一个小学生说 你打得不错 那也不错啦 但如果旁边小朋友说 你鼓打得不好 我要回去在旁边画圈圈吗 应该也不用嘛 因为我已经是老师了 可能我的学生都可以教他 但他却要来评断我好或不好 那我当然不用太在意他 所以我们属神的人 基督徒的生命 其实世上的人会看不懂 他觉得你怎么那么软弱呢 你就应该起来跟他对抗 你就应该跟他翻 你要伸张自己的权益 你要去抗议 你要去抗争 然后你每一天 人家不算计你 你不算计人家 人家就来算计你 这个是这个世界逻辑 但是我们就是要活出一条 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让人看见 保护我们的是谁 是神 好 那今天我们才要进到 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财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为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一同来分享你的话 再次向你献上感恩 主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孩子也将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 主愿你保险遮盖孩子所说的话语 让孩子口中所说的 是按照你的心意来传递 主也愿你的圣灵自己动工 让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也得着益处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那我们就要来看该纪念什么 好 首先第一个呢 要纪念主的生 主的死 那纪念耶稣的生 与死的目的呢 是应该说 我们要纪念耶稣的生跟死 是纪念什么呢 第一个要纪念耶稣生与死的目的 耶稣是为了救赎我们而生 对吧 然后是为了完成救赎而死 他就是为了 为了拯救我们来到的世上嘛 那为什么在死加上死 因为要完成 成就这个救恩 那首先耶稣基督的生 对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这个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 神经告诉我们 有天使向牧羊人显现 告诉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卧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约翰福音一章 约翰一书二章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还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遍下人的罪 所以第一个 要记得什么呢 要常常记得 耶稣是我的救主 是为我而生的 并且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耶稣的降生 对你是不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那喜在哪里 我们要很认真的面对 神的话 那就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也许这个救主的应许 还掺杂着他们的一个期待 他们期待 弥赛亚是带领他们来推翻 罗马政权 建立以色列国 但是耶稣却很清楚地 告诉他们什么 说我的国不是地上的国 对吧 那我的国 神的国在哪里 在我们心里 或在我们中间 那我们就要晓得 这个 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 神的国 神的拯救 是生命永恒的拯救 那刚刚也讲 当然我们在地上的事 神也看顾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们应该要很能够 清楚地知道 我们领受这大喜的信息 表达的是 我的生命有救了 我们能够从 罪和死的权势当中 被释放出来 并且在信的人而言 我们是已经得着了 这个恩典 那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都相信 我们已经有许多 神帮助我们的经历 对吧 我们要常常数算 主的恩典 那另外一方面 神是如此地爱我们 所以他也关注我们 在世上的生活 然而这在上帝心意当中 却有一个顺序 就是神期待我们 是把生命弄对了 而后领受神奇妙地带领 跟恩典 我们也常常讲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人 如果要富贵 还得看他 有没有承受的能力 对吧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因为到了第三代 他已经没有承受 富贵的能力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中了奖 这个普遍调查 中奖之后 八年之后呢 回到原装 甚至于更惨 而且是那种 几千万上亿的大奖 是那种投奖 因为他没有处理 这些事情的能力 许多人中了奖 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老板辞职 对啊 许多人都是这样 但感谢主 我们作为牧师 就算中奖 我们也不会辞职 好 OK 那么 生命弄对了 我们会经历 神奇妙的带领 但是如果我们把 圣经说 这个大喜的信息 看成是以地上的事情 为主的信息 那恐怕面临挑战的时候 我们所建立的 不论是信仰也好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你的根基 会整个被摧毁 只有我们真正的晓得 耶稣基督的降生 祂是我们的救所 祂要救的是 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祂是让我们成为 心里有力量 成为有智慧 成为有能力 心里有能力 成为知道怎么生活 知道怎么过日子的人 我也常常 跟弟兄姐妹讲 我觉得这句话 应该会变成 我的标签之一 就是 基督徒不是要过好日子 而是什么 把日子过好 每一个日子 能好不能好 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 跟能力 有的人 整个家庭 薪水五六万台币 他可以把儿女 照顾得很好 有的人整个家庭 一个月 二三十万都不够花 每一个月都不够 都在那里找钱 还欠了一屁股在 对不对 那人跟人之间 不一样 但哪里不一样 里面不一样 它就会产生 不一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要纪念 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为我们带来 大喜的信息 然后再来 我们就要纪念 耶稣基督的死 是为我们的罪 成为挽回祭 而耶稣基督的生与死 就是使我们能够脱离 罪和死全世的关键 并且我们要晓得 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要建造我们 成为完全人的救赎 所以你 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这只是你基督生命的起点 我们终其一生 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救赎的计划 使得我们成为一个 里面充满基督生命 荣美的属神的百姓 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并且真正愿意追求完全 当你有 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刻 我就很有把握相信 在你的一生当中 你一定能够不断经历 神奇妙的作为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这件事情跟物理定律一样 它是必然的 那么再来呢 我们要纪念耶稣 生与死的能力 首先我们要晓得 我们是要向罪死 然后向神火 罗马书六章八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必信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也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 我来读给弟兄姐妹听 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 那今天也读过 加拿大书二章十节 我们就不再读了 现在活着的是谁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现在思想 什么是向罪死 向神活 最简单的理解 就是 罪在你生命当中的 影响跟力量很微弱 你对罪没有反应 那什么是向神活 其实就是 你能够活在真理当中的能力 你对神的话 对于从神来的事物 你是有感觉 是有反应的 但 我们常常 不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很容易 有 恶在我们里面 发作 我们里面的恶 也很容易被引动出来 对不对 那罪我们也可以理解 它是我们属肉体的本性 包含我们的私欲 包含我们的嫉妒 包含我们的愤怒 各种各样 圣经讲到罪 其实有很多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整个归纳 就是 反正只要不是合乎属神生命的 其实就是属肉体 属世界的 在 在这个 生命的追求上 它其实是没有 没有中性的 你要么向着灭亡的道路走 要么就向着 永生的道路走 我们都不完全 但是我们持续在往哪个方向前进 这个是 就是没有那种停在中间的 这件事情 好 好 那举个例子来说 就好比 你跟人家比吵架 比说话锋利 你是很厉害 还是很软弱 我 大概十年前 我还觉得我有一个开关 就是 你就不要逼到 我把那个开关打开 我平常都可以寻量像鸽子 但是当我把开关打开的时候 你不要老虎不发威 把我当病猫 十年前还有这种心情 现在这个 比较甘愿当个病猫 那我常常表扬我们家令田师母 在这件事情上 他就是很没有吵架的天分 要吵几架 他都是无话可说的一个 好 那 如果我们里面的恶 很容易被引动出来 那 或是 在一些 让我们难受的事 或人在我们周围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 不属神的性情就发作起来 而且那个发作的力量很大 而且呢 你那时候想要压下他呢 你都 没有办法 那这个就是 向罪活 向神却 不太活 那我们应该是要向罪死 要向神活 应该是里面有那个怒气发生的时候 一句话要有温柔在我们的里面 就能够消下来 那你就是向罪死 然后怎么样 向神活 所以光要做到这件事情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那我们 到底能不能够实践 向罪死 向神活 那就要常常记得 在加拿大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 我 已经 好吧 已经与基督同定实价 当你想要做出 你知道 不合神心意的反应 跟圣经真理不合的反应 心意常常提醒自己 我 已经 与基督同定实价了 这既然是一个事实 我就应该要让它 像是一个事实 不要在天天在那里宣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但是活着的却都是我 那就 那我们所信的 所讲的 就跟我们生死的生命 就脱节了 所以神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很 很有学问 很复杂的 但是 你又可以很简单的 就是面对那一句话 然后你去切实的执行 那你的生命就得福 所以有的人 他很单纯的相信 因为他就是抓住几句话 他就是一生就是去活在这个当中 好不好 很好 非常的好 那你说更多了解神的话 有没有益处 有 就是我们也能够 向自己 向人来传递 我们更理解神的话 也帮助我们能够愿意 进到神的话去遵行 好 那么 在二十节的前面 就十九节那边 保罗讲到 我因律法 就像律法死了 这里所说的是 律法 他只是能叫人知罪 却不能够救人脱离罪 所以保罗 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律法而言 他已经死了 表达 律法不能追究他的罪 他也不向律法负责 像我们常常讲 就刚刚还讲 不向律法负责 但他向谁负责 向神负责 向神活着 那 这个 向神负责 其实标准是更高的 那么 既然要向神活 就要进到二十节所说的 保罗是已经与基督同定施加 这个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那 这个 他也表明心智 他只活真理 只活基督 没有所谓的保罗 你想一下 保罗本来是 保罗是一个很强烈的存在 对吧 就像现在的人都很 强调自我 我要活出我的色彩 我要有我的天地 我是独特的 这些都对不对 对 但是基督的道 却是告诉我们 你要实践这些事情 要透过什么来实现 透过与主同死 透过这个 那一节 那一节叫什么 就是 为 这个 为主而死的 要得着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为主丧掉生命的 就要得着生命 你如果要有一个 你 你在基督的道里面 要做什么 把你认为的你 舍掉 然后用什么来代替 用基督 用真理的生命来代替 你说这样子 我们会不会活起来 每个都像复制人 办不到 首先第一个 我们基督的成分 可能都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高 第二个 在天上 心有心的荣光 越有日的荣光 越有月的荣光 这心和那心 还不一样 神造你是什么样的器皿 你把自己的脊 倒空 然后让神的话 充满在里面 你是吸尘器 你就会吸东西 你是台灯 就会发光 你是 还有什么电器 你是洗衣机 就会洗衣服 你是微波炉 就是拿来加热的 神的话 跟圣言能力 在里面就是通电 那我们要把自己 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 就是一个很脏的微波炉 你敢不敢用 好好的东西进去 或者是一个电器 弄一弄就要爆炸 那你也不敢用 对吧 所以你把你自己准备好 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 那你会干嘛 就是会做什么 好 那么保罗 他的心智 就是他 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保罗 这个人了 那保罗 有这样的体会跟决心 而我们这些 同样蒙受基督救恩的人 是不是也能够 更多的去思想 去理解 保罗所认识的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 有一种 就是我已经 与基督同死了 那我只要活基督 只要活真理的认识 那么再来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 就告诉我们 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是让耶稣的生 在我们身上 显明的关键 耶稣的生 在我们身上显明 这是神能力运行 自然的现象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愿意与主同死 耶稣的死 是什么死 耶稣的死 是为我们得拯救的死 耶稣的生 是什么生 耶稣的生 是复活得荣耀的生 所以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就是常常记得 我们是与主同死的 那期待一个 复活荣耀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写明出来 但是今天 跟弟兄姐妹分享 另外一个重点 当你想到 与主同死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 委屈的消极的 不得已的痛苦的 还是他有积极的 意义跟目的 好 有什么积极的目的 里面太开心了 也很好啦 好 我相信大家 不会被打扰 好 那有什么积极的目的呢 我们要想一下 耶稣基督死 是为了什么 为了叫我们得救赎 主为了叫我们得益处 对吧 所以你的舍己为了什么 为了叫人得益处 你知道我在预备 这个信息到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 哇 好像挑战越来越大 以前想舍己嘛 就是 对不对 就是期待我自己复活 我能够自己好起来 但当我们在认真的 去思想的时候 就发现 哇 主的舍己 其实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舍己 是为了叫人的生命得益处 所以我们能够进到 另外一个学习 就是我的舍己 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的 目标的 我舍己是为了 要让人的生命得着祝福 那你说我舍己 看起来他也没有怎么得着祝福 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我舍己 对吧 那首先第一个 你会得着祝福 第二个 神掌管一切 那第三个 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 耶稣也没有拯救所有听他信息的人 对吧 每一个人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选择 而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就是我的选择 我自己的选择 好 再来我们要纪念什么 我们要纪念约 那圣经就是用新约跟旧约来表达嘛 对不对 旧约我们可以说是神于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约 新约就是主用他的血于我们所有的人所立的约 那历代至上十六章十五节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当日所传给你们 原是从主所领受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拿起饼来 这段我们很熟 然后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好 那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 但是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上帝讲了就算数嘛 但为什么要用约的方式来呈现 这是因为我们的需要 因为我们需要约 那神于我们所立的新约 是透过耶稣基督宝写所立的 那每一次拨饼领杯的时候 就是纪念主用我们所立的约 那纪念约的实质是纪念什么 其实就是纪念神的话 我们应该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是与神有约的人 跟你旁边的说 我们是与神有约的人 知不知道我们与神有约 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你真的知道 而且相信你是与神有约 你会有盼望 能够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持守真理 当然我们要知取神的应许 约的应许就要进入到 这个约的规范里面 我想这个很容易了解 我们不能说 我们都不照这个约定手 却要跟对方要求 他要履行约的义务 这就很难 比方说你保一个保险 你明明只有保牙痛险 结果你头痛 你要对方理赔 那人家理不理你 当然不理你 那上帝真的是对我们很好 因为没有写在约中的 上帝其实也理我们 对啊 上帝也理啊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跟上帝要求的事情 其实没有在里面 但是你跟上帝祷告 上帝有没有说谁理你 没有嘛 对不对 上帝还是很温柔 很慈爱的来回应我们 但是上帝要我们 进到这个约的里面 好 那么我们要进到约的规范 我们就要认识神的话 那认识神的话 就是认识这约的内容 认识这约的内容 我们才会知道 在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一约而行 在这个约里面 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 神与我们所立的约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会忘记这个约 我们会离开这个约 所以我们需要 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提醒我们自己 回到这个约当中 那既然要回到约里面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我们就要纪念神的话 那神的话包含 律例跟典章 那我后面就需要 讲快一点了 那神的话是什么呢 又有什么能力 第一个 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其实当我们用心 用心灵 在祷告里面读神的话 应该很容易会察觉 神的话 跟其他的书籍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读其他的书 其实很少会让你 真的心里面得到感动 那也许有时候 会有一些启发 但其实这样的书 在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但是你看那些书 真的能够带给你力量 确实少之又少 但是读圣经 你却很容易能够感受到 圣灵能力的运行 就像我前面讲的 甚至于你都不一定要真的读懂 但是你里面就会有平安 就会有力量 这是我们很真实的体会 我们也很容易发现 一个持续读圣经的人 只要他读圣经不是为了辩论 不是为了要论断别人 不是为了要定别人的罪 也就是真正是为了自己 来读圣经 它就会产生一些奇妙的作用 你会发现常读圣经的人 心里会有力量 性情会稳定 脾气会好 而且你做事情会有灵感 做决定会准确 看人看事也比较容易顺眼 所以我们以前有宣教的时候 就算教会的姐妹 她的先生还不是基督徒 都很鼓励她的姐妹来参加宣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宣教就是 我们不是大家去只是听牧师讲 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要讲 然后我们有一个教材 也跟基督徒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我们有一个教材 然后分好篇章段落 大家就是整卷都要看 然后预备自己的那一段 然后那一个多月时间 弟兄姐妹就会昼夜思想神的话 然后她家里的另一半就会觉得 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去参加宣教的时候 脾气特别好 对她特别好 然后就都很鼓励他们 去去去 这个是很奇妙的 不作用 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 这些奇妙的功效 都会验证主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么再来 神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 就是照近处的 路上的光 是照远处的 当你读神的话 其实你会明白 你所处的环境跟状态 你会看清楚 你该做什么 现在如何 然后你也会有方向 能够蒙神引导 再来 神的话 是我们生命的益处跟福分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保罗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益的 诗篇一章二节 告诉我们 为喜爱耶和华律法 昼耶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马拉基书四章四节 告诉我们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这是我在和列山 为以色列众人 所吩咐他的律力典章 前两节经文 我们应该很熟悉 今天没有时间就不讲 我今天要讲马拉 跟大家分享 马拉基书这一段 马拉基书这一段 告诉我们 要纪念神为以色列人 所吩咐的律力典章 这里有两面的提醒 一面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成为属神的百姓 就要遵行神为我们 所预备 所吩咐的律力典章 圣经的话是为谁预备的 为以色列人 为神的儿女而预备的 所以神的律力 不是给外邦人的 这是一面 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用神的律力 去要求这个世界 但是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也要提醒自己 我既然要做 这个神的儿女 我就要遵行神的律力跟典章 我们常常活在一个 掺杂混杂的状态 我要做神的人女 但是我又有一些部分 遵行这个世界的律 然后我又希望 这个世界有一些部分 遵行圣经的话语 那这些当中 就会承担很多的冲突跟困难 说句实在话 不同的教会对于圣经讲法 有的时候差别都挺大的 更何况我们要向这个世界 要告诉他们 要遵行神的话 那当然你也会发现 神给这个世界 在人的心里面 有没有放下属神的律 其实是有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良心 那你也很容易发现 这个律法 这个世界律法 定立的与神 给我们的良心越贴近的 它的价值观 就会跟圣经越贴近 那这个律立定的 与人的自我私欲 定的越 越接近的 它的价值观 就会与圣经的话 越偏越远 那你也会看见 这个世界的潮流 趋势是什么 你会发现 以色列人 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 但他的法令 却与神的话 渐行渐远 那么中华民国 孙中山建立 他也是基督徒 三民主义 其实很多是 合乎 基督生理 的精神 去定定的 那么当这个世代 你也发现 现在的法令 越定 越与我们的信仰 越差 越远 这个世界 浮在恶者权下 那你会发现 一个人的无奈 就是明明 显出来的状态 就没有比较好 对吧 定立的法令 与真理 越差越远 明明就没有比较好 但是 这个世界 就会 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 把恶 以为正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确实是 世上的光和炎 对吧 但光和炎 我们要 影响作用在哪里 炎 能够产生的 就是与它有接触的 产生作用 是与它有接触的 光 能够照得多远 你就看那个光 有多大能量 但其实 还是从周围开始 所以其实 作为基督徒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 要去拯救 非洲的人 我会认为 我们也得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周围的人如何 我们不要 因为搞不定周围的人 然后就去搞 遥远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遥远的人 我们会得到 我们觉得我们得到好的回馈 你为他奉献 为他捐款 那小朋友还会写卡片给你 对不对 那我们就觉得 啊 好有价值 那因为小朋友脾气都没有跟你发 你看不到啊 你看到的都是 他给你的回馈 这需不需要做 需要 但是请不要 因为我们自己周围的事物 没有搞 就是搞不定 上帝给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 如果你的家人 你的环境 是神良在你身边的 那就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要学习的事物 我们可以有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得胜 但是得胜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神要给我们的得胜 是在我们里面的得胜 你仍然能够活出喜乐 有盼望 对方没有办法爱你 你还是能够爱他 对方对你不好 你还是能够以恩慈来 对待他 作为基督徒 如果学习耶稣的样式 真的就只有说实话 只有等人家嫌弃的份 你说这样会不会活得很憋 不会 有憋的地方 但一定有你生命 能够发光的地方 而你的生命是良善的 那些人要逃跑 那就是他的生命 要逃离黑 逃离光 那是他的亏损 而你对于你自己 也没有这样的把握 跟信心 就是我们确实是上帝光的代言者 好 那再来 神的话 是我们的安慰 诗篇119篇52节 耶和华 我纪念你从古以来 典章就得了安慰 那我们都很软弱 我们都会有失望 受伤痛苦 灰心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安慰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能够得着安慰 很多时候 我们寻找人的安慰 其各个方式的安慰 我们常常得到了 再一次的伤害 好 但是 在绝望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 圣经是我们的盼望 在灵里面 它会让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在圣经的话语当中 我们常常能够得着 从神来的应许跟启示 这些都是神的话 成为我们安慰的恩典 好 那但是 今天我要跟天佑里面 分享另外一面 神的话 让我们得安慰 还有一种情况 在启示录十章九节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 要甜如蜜 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经历苦 而得甘甜的奇妙过程 神的话 当我们只是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美好 但神的话 当你要去面对 要去消化 要去行 要去经历的时候 就没那么美好了 在你的里面就会苦 但是当你经历苦 得胜之后 神的话在你的口中 又会再度成为甘甜的话语 而这个甘甜 与起初的甘甜 也不一样 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这个甘甜的内涵 就大不相同了 好比熬炼你之前 我们也说饶恕 对吧 真的经历 需要你饶恕的事物之后 你再说饶恕 也不一样 不一样 但你那个时候 再说的饶恕 是不是比你之前 更加的甘甜 更加的美好 经历患难前 我们也说平安 但你经历患难之后的平安 跟之前的平安 也不一样 不一样 你就能够真正是行走在风浪之上的平安 而不是沉在水里 说主啊救我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我们讲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十面三十三面九节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所以神说你有永生 有没有 有 神说在世上是有苦难 但在我们里面有平安 有没有 有 圣经说 神说有的 就是有 神说会成立的 就是成立 不要 在这些事情上 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 因为事情 就是这样 那再来呢 我们要纪念神所做的事 我最后把这一段 讲一下 好 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 神明记五章十五节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也要还你神 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 你的神 吩咐你 守安息日 诗篇七十七篇十一节 我要纪念耶和华所做的 要纪念你古时的事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上帝不要我们纪念自己过去的事 不要追想他 却要我们纪念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 我们要纪念有两面的意义 一个是当我们去纪念 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曾经就把我们脱离患难 困苦 各样的困难的神迹奇事 奇妙的事情 那就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但另外一面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要纪念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是 要纪念神透过那些事情 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事 如果上帝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让你经历一些困难 使得你生出一些忍耐 生出一些信心 生出一些怜悯 生出一些恩慈 我们要回头去纪念 不要让这些事情失去了 我们常常好的伤疤忘了痛 顺便把当时培养的好的性情 也丢弃了 如果曾经有一些的困苦 上帝就把你 使得你学会的谦卑柔和 不要当今再一次顺利的时候 我们又骄傲起来 又自高自大起来 我们要常常记得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 三十年之后 它就有改变了 但是我们常常自己 好像状况好一点之后 就开始看别人不顺眼 那这个就会让我们 这个失去了上帝 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就的美好的属神的性情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站稳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 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 上帝曾经给你的带领 曾经给你的经历 曾经兼顾的信心 一方面我们知道 上帝过去能够做 现在能不能做 一定可以再做 但另外一方面 真的也要 更要提醒自己 在那些过程里面 我们曾经与神亲密的关系 曾经学习的功课 不要因为环境过去了 它就不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叫白白受苦 所以白白受苦 它可能是你经历苦难之后 什么也没有生出来 它也可能是曾经生出来 然后后来又不见了 如果神带领我们往前一步 我们再来要做的 就是站在那里 不要退后 不要退后 如果曾经你对神很有信心 曾经你知道 上帝对你的生命有旨意 不要丢弃它 因为上帝没有忘记 我现在稍稍能够体会 就是 怎么讲 就是我知道我现在的状态 离跟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可以有的旨意中间 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原因是 我还是会有闲懒的时候 会 这个 就是我知道我应该要 更多的去做什么 但是我 还是会有不情愿 还是会有不想的时候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接受我的状态 然后在可以的时候 我就 尽力 就往前 就是活得让自己 很单纯 好 那么 我看一下 好了 最后再提一点 对不起 我们要纪念自己得罪神 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 一部分 生命纪九章七节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 怎样惹耶和华你神愤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 记得自己曾经得罪神 是要记得自己被教导的经历 那这一方面 要让自己时时能够警醒 要记得自己的困难 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罪 反复犯罪这件事情 上帝为什么用愤怒来 来对待以色列人 因为在永恒 反复犯罪就表示 这件事情 我们生命没有得改变 没有改变 就会带到我们的永恒 神赦免了我们今生的罪 但是你是怎样 到天上还是怎样 你如果没有改变 你到天上 你还是那样 你里面如果充满了 嫉妒愤怒 好了 你在世上 所有的事情都不算 但你到天上 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 你并不会因为 睡觉起来之后 你突然间就变圣人 不会的 如果这么方便的话 大家就吃喝快乐 就好了 不是 所以 反复的犯罪 其实会让神的救恩 在我们生命当中 失去功效 因为你会没有感觉 你对于罪 就越来越没有感觉了 那如果 人总是落在 相同的困难 问题里面 那一方面 反映出自己内心 深处的状态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罪 就会变成你的一部分 那 不论是任何私欲的 挟制跟捆绑 心理的仇恨 甚至于是邪恶的思想 如果我们不当一回事 我们因为 或因为总是认为 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赦免 就不认真面对 那就会变成我们 今生跟永恒的破口 跟亏损 神赦免我们的罪 神不纪念 但谁要纪念 你自己要纪念 但纪念不是要 定自己的罪 我已经得赦免了 但是我不要 继续在这里面 我不要以为 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有 只是没有受 我该受的刑罚 但人很容易 就是没有后果 就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问题 那这是危险的 第二个是要知道 自己是谋恨的罪人 刚刚讲 知道自己是谋恨的罪人 就能够帮助我们 减少落在自以为义 或是论断别人的光景 对人才容易生出 真正的恩慈跟怜悯 所以神要的怜悯呢 是你能够行公义 然后好怜悯 这个自己活得乱七八糟 对别人很有怜悯 这是一种 但这其实不是属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是 你能够活好自己 对人又能够有怜悯 如果自己活得乱七八糟的怜悯 其实对别人没有帮助 而这个怜悯 很容易变成抱团取暖 然后相互抱怨 到后来就越来越软弱 那真正知道自己是谋恨的罪人 是知道我们是在经历错误之后改变 我们一方面能够体恤人的软弱 一方面才能够见证神的信实跟能力 就是告诉他上帝可以改变 那我们的悔改 能够在怜悯里 回头兼顾弟兄姐妹 好 那要纪念神 仆人 劳苦跟榜样 我就不讲了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要纪念穷人 跟受苦的人 你在心里要常常去想到 那些人的需要 然后要纪念人的好 要数算恩典 好 那今天跟利用姐妹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